我是徐隆江 防疫期间跟我一起宅在家 收看台湾最前线 是说好 他如果要申请审查许可 那接下来这些团体 如果跟你申请 然后都符合法规 你要不要许可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挑战 而且他给人家的时间 不到一天 其实说实在 韩市长很多事情 他的效率跟人家不太一样 这件事情倒是非常非常 超高效率 跟他不合的都非常有效率 拆他违建的效率 他家的违建 还没有拆掉就卖掉了 对 之前大家在质疑 他某些事情 譬如说之前他在高雄市 大家要办一些公民活动 或办一些团体的活动 那有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团体来 我就借他 这个团体来 我就说这里不行 我要做什么登革热房制 有没有 那所以我想 当然公务局 他要发出这些公文 都要做 我们讲依法行政 那依法行政 当然理论上 有解释的空间 就像刚刚明显讲的 可能过去在选举的时候 你的时间要不高 你就心大 有检举 我得处理 这个都说的过去 我可以理解 只是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就挑战两件事情 就第一个 我们讲的罢韩团体 那好 我跟你申请 我跟你申请 我该减付的条件都有 你要不要让我挂 好 这是第一个动作 我相信他们接下来 应该可能这么做 有罢韩团体说 已经申请了 去申请了 申请了 我还没过 你就猜 这样不合理 第二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我也很疑惑 就是说 其实韩市长 他应该有蛮多 韩粉支持者 那如果韩粉支持者 其实我这样讲 那大家就各自挂看板 来互相支持 韩粉也去挂 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韩粉 这边没有人要动员出来说 都给他唱衰 我们都来挂一些 来支持韩市长的 请大家去投票 投支持 挂申粉要钱 对啊 我就讲 大家愿意嘛 看他要不要嘛 那如果说我们讲 支持者要不要 支持韩市长的人 要不要也来挂看板 大家都来做这个申请 我觉得其实也好 因为最近你知道 经济上会比较萧条嘛 那促进一下产业 促进一下这个看板业 我觉得也蛮好的 所以说 我觉得他支持者 要不要也出来 挂一些看板说 我不管 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好的市长 把他的政绩列出来 然后来支持他 那我觉得大家 各自来做一些促进 对的确 那现在一年多 到底有什么样的政绩 他今天就特别 公布两项嘛 因为前面 我们刚刚讨论 就说他拆掉 罢韩看板 那民众就看不见吗 同时他公布 这两项政绩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自由路跟复兴路口 那通车嘛 因为这铁路 地下化的关系 当然这都是前朝 都已经规划好了 也历经这个 好几年的这个施工 那终于完成 所以就通车 同时他也还有个好消息 就幸福川 只花了短短十天 就清余完毕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看到 挺寒的媒体也说 政绩加二 两项重大的改变 所以高雄蜕变中 来 美美姐 所以罢韩看板弄掉 民众看不见 那就看见他的政绩 就高雄人感动了吗 这个逻辑很奇怪 你罢韩看板 如果不弄掉的话 大概有几个人看到而已 经过人有多少 你现在一弄掉 急爆急拆 而且是非常有效率 所以好像走过去不远 就有看到这个 黄绍廷的看板 也在那边啊 都没事啊 但是全国都看到了 所以这个呢 嗯 你只能说呢 那他如果要让大家看不到 你的你一闹心 我又让大家看到 所以唯一的解释呢 比较合理的解释 我也不曉得他们那个智商 就是也很像明显讲的 我就走激化路线啊 我恨不得让全国都看到啊 然后我集结所有这个 这个要反制罢韩的力量嘛 或许他是这样想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他又要吹嘘他的政绩 可是这个政绩很好笑耶 我请问一下哈 这个 清水管啊 然后修马路 然后让路灯亮起来 这个好像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 什么时候变成个不得了的政绩 我从来都不知道耶 说了半天 只有这个可怜的政绩 连这个爱情摩天轮 当然他们说不是啦 是港务局 否则我会变成小人国摩天轮 那不笑死人了 那事实上 如果你干一个市长干这么久 然后当初讲的包装啊 包海所有政绩都跳票 那只剩下说哦 我们马路通了哦对不对 哦我们这个清淤很快 那那那那 我问你这个大有为的市长 还半年之内就抛弃 选民选总统 大家会怎么看哦 那特别是我有朋友住在高雄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为什么大家是还受不了他 我就举我朋友亲身例子就好 你知道吗 他是在地的高雄人 他说他把酒洗出来 不能看到这种事情 他说只有这点 他们家就绝对 半年也要去摆票 要去投百喊 你知道为什么 他说他家前面修路 修了半年修不好 他们家每天都要绕路 你知道为什么 他说韩国瑜上任又很奇怪 把前市府很多发报工程都停掉 所以不是只有他家 这样子哦 对到处很多 因为再重新再发报 有些摆烂在那边 那甚至于他所谓的路平 对不对 他跟我说 你知道高雄有好几段 麦当劳道路 我说什么叫麦当劳道路 他说麦当劳是不是M型 他说那路坡不平 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包商又有高低差 甚至有些桥路 就是铁路要地下化 那拆掉了以后 他也没再去整件 他跟我讲了好几个路段 那你刚刚意思说 换前面的废调 然后又重新再发报 意思是说政绩要算他的 是这样子吗 不管嘛 你政绩要算他 问题是我不能在那边摆烂 我重新再发包 重新再弄 我搞了好久 他今天算是很高兴是不是 所以可能 终于有终于有路 通了通了 所以这个让你非常的难过 而且老实说 他为了 反制罢案这件事情 你知道做了几个 技术性的干扰吗 中间我可以告诉你 首先我们大家回想一下 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 第二阶段刚成立的时候 他不是去提那个诉讼吗 那大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要拖延战术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回想起来 其实高雄市政府是很快的 他4月17日好像就通过了 对不对 那大家本身也拖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快吗 反其道而行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算过日子 如果他慢慢来的话 反正一定是会通过的嘛 那圣洁礼季 可能要拖到6月底 你知道6月底碰到什么吗 端午节年假 所以投票会更踊跃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这现在6月6号了 对不对 好 我知道6月6号 其实蛮多大专业校要毕业典礼 这第二个 第三个 今天又被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学校投开票所 他们发工文下去 只能提供一个 或两个 然后为什么 你这样子让大家 劳斯动众 有些地方很偏远 是不是 第一 你本来熟门熟路 都在这个地方投开票 换地点 有些人会找抽入 第二 我投开票所 少的话 我请问你 是不是大排长龙较多 那会不会有些人就不耐烦 尤其老人家 撞不住我就回去了 所以 这些技术性的干扰 他通通都算进去了 问题是 民意滔天 你如果看到就是我只问大家一件事情 单单年署书有五十几万人连署 你认为连署人会不会出来投票 那你当他看到韩市长 他居然不预期议会质询 然后防疫盘石件的事情 说一次十几个染疫 大家搞得很紧张 结果那些被害的商家 生意更糟糕 那甚至于整个高雄 你知道高雄人跟我怎么抱怨吗 他说现在人家说得很紧 因为他说成像围城 还要封城兵推 他说 人家比较糟糕 企业比较 我问你 你是高雄在地市民 这个市长 议会不见诞 然后话乱讲 然后让我们更凄惨 生意更做不到 好像高雄是个围城 那也没有去照顾我们纾困 也没有反应民情 你认为人民会不会站出来